阿胡斋主人汪洋先生这次举办的元代瓷器作品展览 它之所以在收藏圈产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这次展览它真正的就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 在鉴赏元代瓷器作品过程当中 真正的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认知 因为元代的瓷器作品 从最早发现它 也就是说1929年大英博物馆的霍普逊博士 就是以咱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元清花向尔平 作为它是断代元代瓷器的标准器 其实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同霍普逊博士的这种说法 这也就是说到了1950年代 美国的约翰·扑普博士 对大英博物馆那对著名的元清花向尔平 与伊朗和土耳其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博物馆 相同的这些种类的作品进行比对和判断 得出了这批作品是元代制政时期的元清花作品的结论 对元清花的这种认识 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 确认元清花这个品种的过程 一直没有我们中国的藏家或中国的专家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中国的藏家 大部分的藏家认识元清花 是从埃斯科纳奇 那件鬼谷子下山大褂拍出天价之后 很多的藏家 才认识到元清花这个品种在收藏界的这种地位 其实在埃斯科纳奇之前 坂本五郎先生曾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 两次花重金购买元清花作品 像坂本五郎先生 他自己本身经手的就经手了四五件元清花作品 那么约翰·波普博士 20世纪50年代 比对元清花作品的时候 基本在当时的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当中 都收藏有此类的作品 只不过在当时 有的博物馆把它误认为是明代早期的作品 有的博物馆是把这类作品搁置 没有给它具体的断定年代 只不过就是约翰·波普博士 用他自己的这种比较 就是以大维德基金会的那就是向尔平作为参照 比对全世界其他博物馆的这些元清花的作品 确定了这个品种 也就是这个品种在确定之后 我们中国的藏家 包括我们中国的专家 对他的理解 就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名贵的 一种古代的瓷器作品 中国藏家追逐元清花 基本都是围绕着价格 就是因为它创造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无论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 还是在21世纪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藏家 没有参与对元代瓷器作品的这种认定过程 但是我们积极的参与了 对这件作品的这种价格上的追逐 其实就是从以往的国外的藏家 以及约翰·波普博士 对全球各地博物馆这些元清花的比较来看 这个品种在这种稀缺性上 其实它并不是说非常占优的一个品种 因为约翰·波普博士当初在比对元清花这些作品的时候 只是粗略的在全球各大博物馆当中就统计出了60多件这样的作品 甚至说它当时的收藏的数量远远超过你像永轩时期的那个清花作品 像私人藏家著名的如班本武郎先生 他自己一生当中就经手了几件元清花的作品 因此像这个品种 从博物馆的滚藏到私人的这些著名藏家的收藏 应该讲元清花作品的这种存饰量 可能并不像很多藏家想象的这么稀少 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给朋友们列举过 你像现在我们国内在这个拍卖市场当中 有统计的元清花的这个拍卖数量就有6000多笔 像元清花这样的品种 在我们中国的藏家当中 在判断和鉴别上造成这么大的障碍 我个人认为完全是由于这种成交价格 对这个人的这种判断能力造成这种扭曲造成的 元清花在判断的过程当中 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特征 那些特征都是后世的那个房品 所达不到的那些标准 你比如说它那个青花的色调 右面的那种特征 包括它那些在这个文式绘画上的一些特征 都是后世的这些房品 所难以达到的那种艺术高度 因此你像阿虎斋主人汪洋先生 举办的这次元代瓷器作品展览 它引发的最大的这种轰动 就是在这个收藏的数量上 颠覆了很多藏家和专家的这种认知 也就是说曾经在拍卖市场当中 拍卖出两亿多人民币价格的这个品种 一个藏家就能展出上百价 这个对很多人的这种冲击 毫无疑问是具有这种颠覆性的 但是对元清花这个品种的认识 这就牵扯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 它自己能否识别和传承的这么一个问题 你不管这个品种啊 在世界上拍出多高的价格 那么对于辨认这类品种 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这个就代表了我们中国的这些收藏家和学者呀 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度的问题 像这个品种它本身呢 在研究和论证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藏家学者就没有深度的参与 都是在外国人给了定论之后 我们才一容其上去追逐这些作品的这个价格 这就好比自己家里的宝贝自己认不出来 直到外人认出这些作品的价值之后 家里的人才恍然大悟 纷纷争强这类的品种 但争强的过程当中 又对这类品种缺乏认知 就造成对这个品种认识的这种局限性 你像我们中国私人藏家呀 在汪洋先生之前 你像那个香港的天明楼啊 他本身也收藏有不少的原青花作品 其实像这类作品呢 无论是国外的博物馆 还是著名的私人藏家呀 在收藏它的这个数量上 都是相当可观的 这也同时啊 印证了在拍卖市场当中啊 反映出来的那个现状 神话原青花啊 就认为这个品种啊 他拍出高的价格呀 就不应该有这么多 就应该稀少 因此在这个真伪的问题上啊 就持续不断的发生这种争议和争执 而如果你在这个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你拿那个假的说成真的 那无疑 他是经不住这种论证和考验的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古董的真伪的鉴别 它存在这种悖论 你这个真品呢 你拿出来 无论它的数量多寡 它必须得有真品的那个特征 你不是真品 你把它夸发其谈的 再把它的这个数量描绘的有多么稀少 多么珍贵 那你拿出来进行比较的话 也会穿帮 你像安护斋主人汪洋先生的宝贵之处啊 就在于他经年累月的 搜集这些元代的瓷戏作品啊 并且对这些作品进行整理和展览 那你像汪洋先生的这种做法 这是真正能够创造出处的那个藏家 所具有的那个做法 他对这些作品的判断呢 没有依赖其他的博物馆 拍卖行 专家的这种指引呢 凭他自己对这个品种的认识啊 收藏这类作品 因此你像汪洋先生这种做法 他是当之无愧的 能为元清花创造出处的那种藏家 那么从这个古董的认知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像这样的藏家的这个作品 才真正应该具有那些公允的市场价值 而那些啊 他本身对这个元清花的品种啊 认识的比较浅薄 只是在拍卖行当中追逐高价的那些藏家呀 那只能说他追捧这个品种 并不能说他对这个品种啊 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因此阿胡斋举办的这次元代瓷戏作品展览呢 我们认为这次展览 才真正的提升了中国收藏家呀 对元代瓷戏作品的这种认知 他的意义啊 绝不同于啊 那些只是关注元清花的价格 而对他真正的那些真伪的表现 包括他那个存世量啊 了解的非常少的那些藏家所能够比拟的 幸亏啊 有了这次规模庞大的展览 才使中国的藏家呀 摆脱了那种盲目追逐价格呀 而缺少对那些作品历史背景认知的这种窘境 因此他的意义在中国的收藏圈将是无与伦比的